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社会 所以我想在现在这种发达 经济发达正在起飞的时候 我觉得当然大家就是觉得 还是男生应该要扛起这个整片天地 不要嘛就是扛起女孩子的情绪啊 就心理上的一个心灵依靠 要嘛就是扛起经济物质方面的一个天地 你说的太好了 那我就有一组照片给你看看 什么叫男人扛起 我给这组照片起个标题啊 就叫死扛 它象征着今天男人们的一种处境 你知道吗 这一幕发生在这个花样滑冰的双人滑的赛场上 你瞧瞧什么叫男人在死扛 你看看 咱们导演给你看 瞧见没有 扛举起这个女的 但是你注意这女的这个肘啊 这个肘啊 这是比赛当中 发现没有 这两天 巴塞隆纳跟黄马比赛常出现 郑重这帅哥的鼻梁 你知道吗 但是比赛仍然在进行 你瞧瞧下边我们男男男人 你再看下一张 你再看下一张 哎 哇 看见没有 继续在表演 我们摄影师的哇 血在流淌啊 就为了扛住你们这女人的 这么 这个 你再看下边 你瞧这帅哥 这帅哥 这个比赛啊 他一直把所有的两人动作 做完 但是流鼻血啊 你再看 你瞧见没有 女的都对眼啊 你说这家伙 这个我觉得象征今日男人们啊 在女人们的压力面前 他 只能表扬啊 这是我说意志力 你看他从头比赛到完 思考 对 思考 很多时候男人啊 你拿来这个作为我们现代生活 都市男女的象征 象征 象征 很多 你比如说 我就说同工同工 为什么女的也觉得男人压力大 因为一般来说 你要是碰见一个如意郎君 你觉得买房子的事 肯定是他的 对吗 这一种子啊 就是北四环的一套 北四环 想得好呢 北四环的一套就是一种子 是不是六环就已经够了 北四环都属于高尚人群了 你以为北四环就得中过去了 不是 我跟你讲 徐老师 这最近出了一个事啊 有的男的不死扛 但是有的男的呢 是采取了什么办法 弄死这女的 为什么 你知道 在江苏常州 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常州 一对小夫妻 其实也 这叫算夫妻吗 同居 同居半年的这个小夫妻 就是买房子 为了买房子 买房子最后呢 这个 你先看这个照片 就这个啊 这个人好像叫王斌 就这个 现在已经 已经就是杀人犯了 杀了他 据称他深爱的 这个他的这个未婚妻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为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 他就要买房子 买房子呢 其实这小伙子是一穷人 就没有钱 可是呢 按说这个女的呢 条件还很好 为什么这个女的 最终还是愿意 跟这小伙子一块过呢 这个女方的父母啊 就是拒了一次 就发现 这小伙子啊 做饭做得好 说我这女儿 能有这么一个围裙丈夫 也不错 是啊 能做一桌好菜 整天给这女的 做一桌好菜 这也纳入考虑因素啊 不错啊 这是父母多开明啊 要不那天又婷 还让我穿上围裙 跟他一块做个节目 你那照片帮你 提升多少形象 我也没有上 大家都说 你这是好男人来的 你看你看 现在的男人呢 要不就 你就有钱 你要没钱呢 你就得成个围裙丈夫 是啊是啊 所以这样多好 你知道在美国 最新的一个民调 就是今年那个 美国的女生的 硕士人数 是比往年都高 已经攀上了一个最高峰 而两百万的这个 美国男人 都是家庭主夫 就今年的统计数字 换句话 是说15个人里面 还10个人里面 就两个人 他是决定是在家里面 帮忙做菜的男人 美国男人啊 嗯 你想想 这咱中国这 这小王 你这小王到一种 什么状态啊 实际啊 他有点忽悠 比如说他原来说 他是什么什么大学的 其实他也不是 那个什么大学的 这个女孩子就跟他好啊 他的工作 就没有个固定职业 他就有的时候 他就就像你那天 讲的日本男人似的 他就出去转悠 他送这个老婆上班以后啊 他就出去转悠 家里的开销 其实经常都是 他老婆的这个工资 这个小伙子 就是做饭 然后呢出去有时候打点散工 也能挣点钱 但是呢 那么要买房子 小夫妻要买房子 是 要买房子 你看为什么我说 有的时候人能够死扛 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啊 明明是你买不起的 但是这个人的心理很奇怪 两口子看中了一个 62万江苏常州一套 因为他们有要求的 说一定要100平民以上 是 是吧 好 看中一套62万 首付30万 然后这个小伙子 居然呢 你也不是打肿脸 冲胖子吗 跟女方父母拍胸脯 说30万首付 我们家掏了 可是实际上 他们家没什么钱 他父母亲总共 也就给了他 72万好像是 所以手里就这么几万块钱 但是你明明付不起 但是你为什么 跟这个业主啊 都约好了 哪天中午在建行门口 交这个首付 你看这个心理很 很奇怪啊 这就是一天 日子一天天的进了 这个小伙子就 在外边照样 天天跟朋友喝酒啊 或者跟同学借钱呢 没有人借给他 知道都打水漂吗 那么明明付不起 可是一直就这么撑着 撑着 就是说我来付 我来付 于是撑到那天 中午一点半 要到建行门口 交这笔首付的时候 他撑不过去了 他就给他老婆 做了一顿午饭 做完午饭之后 他这个小老婆 不叫小老婆了 这叫什么呢 未婚妻吧 同居女友 同居女友吧 小睡一会儿 这个时候 他崩溃了 他心里想 这要露馅了 那怎么办 他要跟别人了 一想 我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他要跟别人 受不了 拿起一块砖头 呱呱呱 就把他未婚女友 砸死 后来就掐 掐死了 就是这么个事 交女朋友 也是要量力而威 还有就是 现在是不是 都就是您为 就是说 欲碎 不为八全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 就是如果我没有 你也不要有 这是一种心态 这也不见得是防 他最后促使他 所以这个事 多角度解读 一个是男人的这种 什么 就是说 他不能容得这个女人 再找别的男人 那么他就觉得 我肯定是失去他了 但是一想到他找 他要跟别的男人 同床共枕呢 那个就是他不能接受 这些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 老成分 这是老故事 就是男的容不得 我喜欢的东西 我拿不到 我就把它毁掉 这种是老故事 另外情杀也是 非常常见 香港各种各样原因的情杀 也是很多 有的是集体一起自杀 但这个故事的心意在于 他演戏演到死 我觉得这个在某种 象征程度上 跟我们人生很像 我通过他的故事 我在想到我们 我们其实每个人 常常有可能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是你做不到的 其实是你没能力做到 可是你撑着 你为了你心爱的 为了爱你的人 你把自己这个角色 一直撑 一直撑到你 你死到最后 你撑不下去了 你就找条死路下去 你就 只要你倒是死的这一步 撑到这一步 人家还说你是一个英雄 还说你是个完美 到了最后 如果说你不伤害别人 人家还说你是 尽了你所有的一切 我怎么觉得 他最后这个 我特别听你这个故事 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说 他后面明知道 这个东西是假的 明知道是会拆穿的 可是他还要 我承卖多少 我这其实 我们仔细地 我们有多少事情 我们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们做不下去 更不要想有些人 是承担了 可能是公司的事 可能是国家的事 可能是很大 当然也做不下去 他最后就是死路一条的 可是他就能走到死 但他这个实际的情况 他是自己人为的 制造了一条死路 就这样 这个东西 所以好沉重 我觉得 你就别逼个男人买房子了 这是回到最写实的层面 不要一走子了 如果以男人女人这样来说 我可以不逼 我就是曾经也说过 我说我可以不逼男生买房 但是男人是不是也可以接受 就是说就像他 他是不是也可以接受 你看人家对方父母亲 或许也没有真的 逼着他一定要买房 他觉得我看上你 就是你对我女儿好 做饭 但是是不是男生 可以把这个自尊 就是传统这个概念 你自己也可能献下说 让对方来出这一笔钱 或者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上面 就男生 自己也放不下这个东西 我就算说我买 我买没关系 这一百万我付 但你可能也过不去这关 因为事实上 就是让这个女方出 就是事实上 这就是咱们说 香港人就能明白了 就是你过去 任志强他们讲的 你二十几岁的人 以你们两口子 现在的收入 你们就买不了 62万100平米的房子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处境 那么你们就要 你知道我还真是 认识一个男明星了 在上海看房子 有时候这人 能真能到这种程度 看房子 我也有体会 太喜欢了 看了一豪宅 太喜欢了 你知道吗 扔下定金 三十万 说不要了 走了 走了之后才发现 自己是买不起的 后来你这怎么办呢 就人的这种 当时的冲动 这怎么办呢 又托人找关系 就这么跟人老总说说 要不咱